正在收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Dawkey大Party Online 仁豪生日直播的现场 大家掌声欢迎今天的大明星 仁豪 来跟镜头打个招呼 我是仁豪 我是Rise 仁总 你今天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个会客厅也变得不太一样 有点艺术人生的感觉 没错没错 这个灯光非常绚烂 然后这个刚好把我这个散光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你是眼睛近视吗 散光 没有没有 就是这个 就有一种迷离的感觉 对超脱了超脱了 已经有点超然的感觉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仁总 我们谈谈自己的艺术人生 艺术人生 好没问题 开口玩笑 其实我们知道前段时间你们搬了宿舍 然后你也一直在宿舍和大家一起生活 听说你有一起照顾大家的起居是这样吗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我在我们团里 算是年纪比较年长一点点的 对所以算是哥哥那样的 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人呢 因为可能年纪比较小 他们也没有就是经常说就是就是一个人搬到一个外面的一个新的一个环境里面 或者是说去适应一个新的一个团体这样的一个生活 就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没有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说既然是哥哥那可能会就是照顾一下弟弟啊 会让他们就大家让他们在一起凝聚力会更强嘛 你平时比如说会照顾他们的起居 会叫他们起床和给他们做晚餐吗 不会 如果可以 你希望你能给他们准备一道什么样的晚餐 我们其实我们团里很多人都喜欢吃牛肉嘛 然后我个人也喜欢吃牛肉 对那可能就是一个牛肉大聚餐嘛 对吧 浪漫的烛光牛排晚餐 我记得前段时间赵让友说你们一起去了野生动物园 就是动物园 对对 有去看动物吗 看了呀 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你最喜欢哪个动物 我最喜欢那个 哦 我最喜欢那个北极熊 北极熊啊 你们还去了北极熊馆是吗 没有没有北极熊馆 他那个北极熊就是那个当时不是那个三十多度吗 然后那个北极熊就在那个太阳下面这么烤着 对就很有反插蒙的感觉 就是觉得他也好想下班 对就北极熊在那边不停的摇头 就因为那个太阳特别大 然后就直接就照在他的面子 然后他们那个北极熊都没有那个室内的场馆 就是露天的 露天的对露天的那种场馆 然后那个太阳就烧在北极熊身上 就感觉他好像特别热的样子 有没有去喂一些食草动物 比如说羊驼还有小兔子之类的 没有他们看着我们都跑了 是不是大家太过热情在他们下跑 对对对 因为可能太久没有看到这个动物了吧 对 然后就这个招让人也比较兴奋 然后就一看到动物就想扑过去抱 然后那时候他就跑过了 然后小兔子就被吓跑 对对对 一溜一就跑掉了 其实我们今天打造这个环境呢 是想突出咱们人豪一个特别好玩的身份 叫做仁总 因为我之前有去前期接彩的时候 发现各个小弟弟们 然后或者是粉丝们都喜欢叫你仁总 你觉得为什么他们想叫这个称呼给你 因为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可能从我自己的个人性格上面来说 就是我算我比较是那种 就是就是会稳重一点的那种 对 然后虽然我就是 但是我内心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人 但是虽然就是我表达出来的方式可能会比较稳重一点 然后会比较沉着的去思考一些事情 对然后曾经也可能就是 因为家里也是从事生意方面的东西 对然后对这个经济啊 这个近几年的经济比较敏感 对然后 因为我们捕捉到了你这个特别的信息 就是对经济比较敏感 咱们执着于商场的这种经验 那我们可能接下来会安排这么几个环节 把你不同的这个面向都一一展示给粉丝 好好好 那我们事不宜迟开始今天的挑战好不好 今天我们第一个挑战叫做 任总爱用脸 是因为我之前调查很多粉丝啊 他们说任总能不能发发自拍 然后今天可不可以好好用用你的脸 这个发自拍真的是 我觉得自拍真的是一门学文 就是很难拍出一个很好看的照片 就因为因为平时拍照片就是这样拍嘛 对然后 他们说这是死亡角度 但是这个角度不就是那个直视那个手机吗 可是你不会想把镜头移高一点吗 移高一点那个脸就会很奇怪 但是脸是瘦的呀 像我们这种 就必须要瘦就脸 你从来不会这样是不是 没有我也会这么拍 我也会这么拍 只是我觉得这么拍就是感觉会看起来比较 拍摄比较奇怪 所以你觉得这样是不奇怪 就让他仰视是不奇怪 因为这样拍就感觉那个眼睛特别大 你知道吧 就是我在那个初中时代的时候 就是那种拍照片眼睛特别大 然后那种45度角 然后那个平刘海 然后一定要把那个眉毛遮到这个地方 或者是什么遮一半 哇绝了 你初中是平刘海 然后45度角 没有没有就是初中有一段时间呢 因为这个比较时尚感觉好像很流行 然后就总喜欢那个头发 到这儿 然后每次这么甩一下 然后怎么吹一下 这头发 就感觉特别帅 就吹起来 那如果是有这种 拍这种照片 你会配什么文案吗 就如果要配文案的话 当时初中的你会配什么 配什么 对 就会不说话 然后就只发一张照片这种 对 不知道该配什么 就没有什么可以配的 就是这么冷酷 好 今天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人总爱用脸 我们需要你用脸来应对 我给出的以下几种情况 就比如说会有一些小尴尬 或者是小冷场 然后你要怎么用你的脸去化解这个矛盾 我其实平时很少会尴尬 你从来不尴尬 我不太会尴尬 我只是 就是有些时候你会看我 就是或者就比如说是 那个给了我一个题目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突然定住了 其实不是尴尬 就是你在思考 只是我只觉得这个就 思考 对 好 了解 那我们事不及时 第一个问题 我们来预答一下 如果遇到服务员 对你态度服务不是特别好 任总你会用什么表情来让他微笑 对着那边镜头 态度不是很好 对吧 就可能工作的一天比较忙碌 比较累 现在态度不好 怎么办 你知道顾客是上帝吗 你知道我们来这里 其实是为了让你们能够 就是可以 你在做这份工作 所以就希望你把这份工作做好 而不是去应付这份工作 对吧 就每一份工作都有他自己 这个很神圣的这个道理 不是服务员 就是一个随便可以对待的一个东西 好 那需要让他微微笑 对啊 我觉得我这么说完过 他可能就 好的 好的 第二个问题 如果遇到婴儿哭闹 任豪会用什么表情 让他安静下来 婴儿哭闹 不哭 别哭了 会去摸摸他的头吗 比如说摸我脸 揪揪小脸 你不要哭了之类的 我敢揪他小脸吗 我不敢碰他 我还咬我 还怕一动小脸哭得更大声 拿着我手指这么咬着 就抓住任豪的手 好 第三个问题 如果任总不想起床 却被咱们小伙伴热情叫醒 你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热情叫醒 对 就可能是冲到你耳边说 任豪起床了 这种很热情 那真的得看人 对 那比如说谁 你就是什么样的表情了 要是河洛洛的话 就比如说 因为河洛洛跟我住一起 对 他是这种耳边 这么叫我就 开始暴力解决问题了 就直接给他这个 这个让他明白什么 安静一点 直接让他安静 好 那比如说别人呢 开玩笑 就 其实 我对这个事情还算好 就是如果说是我 真的是我的队友们 就是他们我觉得 就我也会有起床气 但是我不会对他们有 对 我会对我身边的人 不会有就是太多的 就是情绪上的东西 对 因为就是我非常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的感觉 打闹这种 对 对 开玩笑的感觉 我会明白他们就是为了好玩 就是开心 就是大家一起玩 嗯 就是但是如果是外人的话 可能就比如说我在酒店里面休息 然后可能会有那个 Room Service 他来叫你 可能会 就是 或者就是 比较 可能有些他们 不太礼貌 或者没有太注意 就是敲门很重啊 或者是在外面喊 这个我就会觉得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 闹人 有点闹人 对对对 好 第四个问题哈 这个问题有点 有点难度 如果仁豪在公共场合 看到了自己的恶搞表情包 你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就一个眼神 就一个眼神 就杀死你的眼神 竟敢屁我人总的表情包 没有 因为我看到很多那种 就是跟我 就是整得很奇怪的那种 但是也有很好看的 但是我曾经就有看到过 就是他们给我那个 就是给我就是截图嘛 截完图过后 给我披成那个什么 那个那会儿叫什么 凤 凤什么 什么 有一部电视剧里面 就是那个 呃 酒 酒凤天 凤九天 是那个角色是吗 给你直接披成了长发皮 给我披成了那个 然后口红啊 然后还有这边 还有一个红一点 对我就觉得他们就想象力特别好 一个鹅黄 点在这边 对 他们想象力特别好 特别好 OK 所以其实遇到这种恶搞的表情包 你会一笑了之 然后也不会做出什么反应 反而觉得很有趣 嗯 好 第五个哈 如果任总遇见特别热情向你打招呼的粉丝宝宝们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啊 其实我算 我还挺那个的 我 嗯 就是我粉丝其实跟我在一起 我他们可能会 其实很多粉丝会觉得 其实 然后是一个比较能够算是比较能接近人的一个吧 对 我不会就是说和他们就保持很多距离 其实我还觉得 就大家 因为他们其实和我们年纪真的相差不多 是的 对 我一直觉得他们其实就很像我的妹妹啊 或者是像我的就是一些小姐姐一样啊 就就就就大家就跟朋友一样 我觉得就 很OK 好 其实啊 刚才人豪给我们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们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个当红的一个偶像 其实他表情也是非常丰富的 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冷面的八道总裁 或者是一些我们说的冷酷无情的这个人豪 其实他还是有很多自己的内心系 还有这个外在的这个表现的表情是在里面的 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第二个环节 第二环节叫做人豪二选一 你猜猜这是什么样的环节 二选一 就可能是两个东西 然后让我选择哪个会是我喜欢的那种 对吧 对 OK 好 那有请我们工作人员上道具 这是什么我猜的 我一早就猜出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二选一的题到底是什么题 好 来 你可以对着镜头 健保敌人节 网王人 人非特 你选哪个 那我还是会选健保敌人节 为什么对健保有特殊的这种 因为 因为其实我这个 就我还是看得挺明白的吧 活了通透 你会去鉴定一些比如说古董啊 去试着鉴定这些吗 不行那不行那这个这个学问太高了啊 这个这个我我只能说鉴定一些什么这个鞋是不是真的这个衣服是不是真的啊或者说这个这个其他的一些小物品我可以进了解这种特别的技能有帮到周围的人吗 就比如说他们新买了一双鞋然后说任总你来帮我看一下这个鞋 我有就是有他们买鞋的时候会帮他们去旁边看 或者是说有些他们想要在淘宝上买一些衣服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我会说这个就是什么是真的 对能帮他们看一看 所以你其实可以开一个淘宝的这个验真伪的机构 然后借此发家致富 不行不行这个中国市场已经非常饱和了 对对对 然后我现在已经无法涉足了 好 刚好我们待会有一个环节也会跟这个健保有关系 嗯 好 可以 好 第二组 咸游动物园和炮脚下象棋 哪个是你的日常生活方式 咸游动物园吧 真的日常生活方式吗 没事就要去去吗 不是没事就要去去 其实 其实大家会觉得就可能会有一个误解 对 我觉得 就一直大家会觉得我是就是很喜欢就是 泡脚下象棋 泡脚下象棋这个样子 其实我不是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就是户外去运动 对而且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就是刺激运动的这种能源 对然后只是平时呢 就因为平时啊 就是太不刺激了 所以我就会选择泡脚下象棋 这样的方式让我内心平静下来 对但是我其实我真的会不就是比如说什么去去去去去跳伞啊 去潜水啊或者是去野营啊之类的 然后去就是各种去找那种能够说就是与户外的这种去互动的一个方式的一个休闲给自己娱乐的一个方式 对这其实是我更喜欢的 好 所以其实看到没有 这就是任总的不同面向已经展现出来了 对 我们看看第三题好不好 看看第三题是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你 人生隔眼泪 稳如银克松还是富贵显中求 大家觉得我会选哪个呢 可以弹幕抠一下 没错 我一定会选富贵显中求 为什么不求稳而求富贵显中求啊 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就很像人生一样 我觉得就是我在我的人生中其实有过这样的机会 就是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份工作 可以是就是说一辈子我不需要去太子们去奋斗去努力 去拼去跟外面去争斗什么的 我就可以拥有就大家很多基本上都拥有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那么去选择 因为我就像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希望我的一生住进不平凡嘛 所以去想去冒险去尝试走出舒适圈 是是是就是也不能说冒险吧 我就是想要去争取 想要去看一下外面更大的世界 去闯荡一下自己 让自己想变得更强 其实这是符合你现在的行径 现在的路径的 因为你去参加了创造营 是是是 然后又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新的团体 对对对 然后又要开启新的冒险 嗯 其实是一个富贵显中求的一个过程 没错没错 好 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可以平时 其实嗯 这一条呢虽然就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这种几率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你人生中你有这样的一次机会 我希望你也可以去努力去尝试去做 因为其实你要得到的并不是那个结果 而是在这个得到结果中 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收获到更多的东西 我其实觉得这会对你们人生 未来的人生会有更大的帮助 真心 非常好 听一听古王人菲特的发言 一节课好贵的 好 最后一组了 最后一组 烦恼止音太火了 忧愁止音太帅了 你选哪个 这两个都没法选 如果需要选一句话形容你现在的状态 你觉得现在是什么状态 人总看了看第一句 然后说嗯 我看了第一句 我没有说嗯 我说这个太火了 真的还差一段距离 太帅了 那也还是差一段距离 那我能选这个VS吗 就在挑战当中是不是 对 自己看能不能挑战成为 那个最火的那个 对 其实 我觉得这两句话吧 应该把这个太字给去掉 对吧 把这个太字给去掉 烦恼止音火了 好 忧愁止音帅了 如果去掉这个太 意思就不一样 意思就不一样 那就把太去掉 把太给去掉 嗯 我会选第一个吧 我会选第一个 所以你的火了会有一些烦恼出现是吗 呃 与 与其说烦恼 我觉得更是一种 就是一种责任 对 一种责任 因为 其实当你越来越火的时候 会关注到你的人会越来越多 其实像我 我从进创造营开始到 从现在 就是从创造营以出来 然后我们成为Rise 成为一团体 有更多更多的人看到我呢 我们也能从 就是上一次我们也有参加过一个 合唱八300这样的一个节目 对对对 然后我们当时就现场有很多很多我们的 嗯 歌迷歌迷们 然后他们在我们表演节目的时候 然后他们还和我们一起去合作 就是你能看到就是 大家对你的这个喜欢的程度会越来越深 然后越来越稳固 然后也会关注到你的人越来越多 对 然后你就会其实 当你越来越火越来越火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就是身边的人 嗯 就身边的人会对你对待你的方式会一点点在改变 对 他们或者是说 对对看待你曾经看待你的人 他们也会对你的 看法一点点改变 可能会 他们会觉得你在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 会 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这个我相信大家能理解 对就是能够就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就你 就你的形象在大众的视野面前是不断的刷新 对 不断的走向更为完美的自己 是是是然后你因为见识的人东西越多你的责任也就会越多 对烦恼可能会一点点变多吧 但是我觉得这种烦恼是一种好事情吧 对是一种推动力 是是是会让人一个人成长的一个好事情 好 然后刚才说了这么多哈 我们确实从每条次数里都能看到一些些不一样的你 是 其实这个环境非常有必要 然后也有这个重要性可以展示的 那么接下来呢 袁总刚才 讨论了这么多特别重要的这个议题哈 我们感觉你的口才其实非常好 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推销一个东西 现场推销一个东西 对 我们进行我们接下来的好物推荐环节 请工作人上道具 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啊 就是你要现场推销你手中的抱枕 也就是我们Docky的爱心抱枕 然后呢 根据我的这些提示词 我的提示词会不停的变换 太极 对 然后呢你要在两分钟之内 呃在自己的推荐词里面提到这些词 OK吗 是不是有点难 这个这个太极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我推荐我要是推荐我就推荐这个吧 好对 对因为身边没有其他的 对你就来推荐手边的抱枕 好 好第一个词太极准备好了吗 我们可以倒计时了哈 三 就是你翻译你我我叙述的过程之后 你翻译我说一个是吧 对对 嗯好 二一开始 哈喽大家好 哎今天呢这个东西呢我要说的是这个我们的Docky的这个抱枕啊 我这个Docky的抱枕 首先呢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啊是这个一半一半啊就像这个太极的这种感觉一样非常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这个这个文化的这个颜色 第二词美白肤色 而且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抱枕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这个粉红色这种粉红色会显得你的肤色特别的白 哎对就会显得你这个皮肤特别白嫩 第三词 并且如果是女孩子抱他的话就会显得这个女孩子哎皮肤也很好然后整个外表感觉给人一个很可爱的感觉 男生抱他就会感觉哎非常帅气啊比如说我这个男生哎可能抱着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就会比较帅帅气气的感觉啊 所以呢这样东这样的一个物品呢其实真的是一个神器啊是一个你自拍也好还是外出也好还是送给朋友过生日也好啊真的是一个神器啊 并且呢这个这样的一个物品呢你可以拿着他一边拿着他一边跳舞啊就给你摆各种pose然后拍照的时候啊就拍照的时候比如说啊那个那个你的小喜欢小哥哥你会发现他们经常就拿了这样一个神器在拍照啊 嗯并且呢他拍照同时呢这种东西呢其实就会让人给人一种非常上头的感觉 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很有魔性啊拿着一个这样一个抱枕拍照就非常有魔性就会让人感觉非常上头啊 嗯当然了其实我们现在社会群体呢还有一部分就老干部呢就是他们其实平时生活的业余生活中比较枯燥无味 然后其实他也没事可以买卖这样的一个抱枕啊平时工作的时候累了可以可以躺在上面睡觉 没事的时候可以可以拿这个照照镜子啊不就是拿这个这个看看这个这个很好看的这个爱心给自己找回这个青春的气息 对我就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抱枕就是一个非常都可以的抱枕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神器 嗯非常好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很精彩 人好用自己的表现彻底击碎了自己话少的这个留言啊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有口才的人 之前人有有有有这么评价你吗 没有其实认识我的人他们都知道我其实不是就是呃不是一个话少的人 没有不是一个话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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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话少的人就是就不是不是一个话少的人啊 双重否定标肯定是一个话少的人哦不是不是不是一个话少的人没错就是呃其实因为我就是我更我平时更多的是愿意去去去去先死就是说白就是思考问题 啊对所以我其实会就比如说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嗯然后人很人很多 其实就是把关键的话放在关键的时刻没错没错没错 用最重要的话去形容最重要的事是是是是谢谢你的这个特别的回答 让我们把这个你的签名留在这个抱枕上好然后我们待会送给真正需要他的人好不好 嗯好也可以加一点小设计对 对啊因为我这个放在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好因为因为如果你当你拿这样的一个抱枕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些时候可能会怕他们睡觉你的头的位置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他就不会把你这个脸给弄化对好我们谢谢任劳 给我们的礼物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我帮他抱着吧啊可以我现在拿着吧OK我发现其实你很多事情都是接受能力特别强的 嗯然后你在短暂的时间里面你也可以给出你自己想要的解法就从刚才这个推销抱枕这个环节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你是一个脑筋特别灵活的人 你觉得是这样吗在推销东西的上面真的吗接下来我就给你说我们已经预埋很久了一个健保达人的环节 这个环节呢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给你呃一些道具然后呢你去猜他的价格 价格对我们会给到空的这个价格标签 好好谢谢一般你要猜的价格呢可以写到上面 来这是笔好我们准备上第一个道具行 来猜他的价格啊好他是一个Doki醬 Doki醬啊你应该在营里很认识他吧 我在营里呢不是很凶啊不是很凶 嗯这个Doki醬是吧对好他其实是我们Doki的一个卡通形象 然后因为复刻了这个Doki卡通形象把它活生生的立在了眼前 好那我现在开始猜了啊那是我猜好了过后我会把这个答案写在这个纸上 对没错OK然后我手中呢也有一个标价我们来一起翻过来待会看好你猜的准不准 嗯那我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吧好吧 首先呢这样的一个材质啊然后看到他的座底 下面就有一个Doki的一个标志 嗯包括他的这个小玩偶哎头也可以拧动 然后说明这个这样的一个小模具啊是一个有真的是设计过的一个模具 包括他的整个的颜色也是非常好看 我觉得这样一个物品应该 嗯好我现在来对他猜这个价格好我们让任总来写下他心目中的价格哈 其实你写一个区间就可以写个区间如果接近我这个答案价格就OK 好如果说这样一个物品其实在我的范围内是一个 我们看看深思熟虑的人总会写下什么样的答案 好好向镜头展示一下来我们一起三二一 我觉得哇你猜得很准哎对对对我觉得因为这样一个物品其实他不会不会不会是说是能够很很便宜买到 因为他其实真的有很好看的设计而且他拿来手上的质感也非常好对 而且他是一个Docky的一个卡通形象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一个物品嗯做工来说应该不会很便宜 做工也是非常的对对对对是有真的很精心的去做了解所以你给的区间正好是我们的价格 嗯85到99我们这个商品就是88块钱对那是不错就是发发是不是发发 嗯极力的一个数字好我们拿上来第二个道具 哎一本书穷爸爸富爸爸 啊穷爸爸富爸爸啊这个 根据不可以看后面的标价哦 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做了大幅更新 特别给你挑选了一本经济书 今后大家有可能会在那个财经频道上看到我 我的这个每次我这个有各种经济方面的东西联系 啊好嗯首先我觉得这本书呢 从就是因为书的价格其实适合首先是和纸张价格一个纸张价格 二一个是这个书的知名度 嗯还有包括这个书的内容从做真理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我有听说过 对我也听说过这本书然后呃 是一个呃怎么说训练财商是是是是是这个金钱观的一本好书 我曾经有有听说过这本书但我一直没有看过 然后我觉得以这本书的名字来以这本书的感觉让我感觉 包括他盯量一下然后嗯好好 然后现在写下自己心目当中的区间 好来我们三二一一起翻三二一啊四十吧这是一本便宜的好书 我猜的是五十吧又是差了十块钱 其实你是有觉得他价值有很多是因为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其实很多的这种类似于就是有经济方面的东西的书 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个教你经济是什么样的告诉你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而没有把一个经济变成一个故事告诉你 我觉得这样一个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也是一个很好的提案让大家都会对经济产生兴趣的这样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老少贤疑的一本书对对对对小朋友也可以从故事当中发现一些金钱观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咱们成年人也可以从故事里面发现一些对就平时可以看一看生活中那些琐事啊然后能联系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书吧对嗯好那第二题有点小小失误但是没有特别的偏差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礼物 第三个礼物有点重啊有点重你猜猜一下里面是什么 Doki将祝你万事圣义我猜一猜吗我可以稍微试试它这个什么你猜一下好我感觉一下啊我有看到吗刚才 你感觉一下里面是什么它有一些小零碎的东西 诶诶它的这个材质很像象棋的材质所以是一个中国象棋开个玩笑当然当然中国象棋要棋要比它多你打开你打开盒子中间有一个比较重的东西好我看一下非常好奇我先理解给大家看吧 哇 哇 Fans 哦这是我的 Fans给你写的信 对 谢谢谢谢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 其实呢这个Fans的信呢是我们通过Doki信箱然后收集到的一些粉丝在线上给你写的明信片 对其实呢我们今天就是有个特别的环节你可以从这个里面选择五封然后给大家回复一下 好 那我就这样吧 洗个牌 好吧 洗个牌不然大家说我这个这个有这个 偏见啊 我这样我洗个牌过后然后随意抽出封信来然后我一一解答 好吧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告诉你们 嗯 好 好 来321 好 一封 一封 两封 三封 四封 五封 好 就这五封吧 好的 来我们人总一一回复一下 好 321 我还没看过啊 哥哥哥做饭好像还不错下次能拍个vlog教程做菜吗 嗯 其实我做菜 我也还好没有没有就是能够给你做到教程的一个 对 但是自己可以吃 对自己能吃 就有一次呢我想做那个青椒炒肉嘛 嗯 对然后到后面大家就吃成了那个鱼香肉丝 这味道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不是就味道就是颜色完全变 就青椒炒肉是青色 鱼香肉丝是酱油色 有点偏黑色 这个差别有点大 其实 其实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就是可以 所以 因为其实大家很多人很喜欢吃川菜的用口味 又会比较偏刺激一点 其实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回锅肉什么的 比较经典一点的这种川菜 到时候我可以有机会可以拍一个vlog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vlog是可以安排上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好 第二封信 好哥生日快乐 记得把腰杆挺直还有羊腿 最近喜欢玩什么游戏 把腰杆挺直还有羊腿 对对对对 最近其实有很多这个我的歌迷朋友他们就 歌迷朋友 粉丝能说粉丝吗 好 那我们最近有很多一些粉丝他们就说就是 会问我腿上的伤或者什么 就首先我说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系 对 然后呢其实我还 我膝盖上这个伤就 就也不用大家不用怎么去担心 我没有问题 对 然后我肯定也会好好保养的 对对对对 然后回到下面的问题了 最近喜欢玩什么游戏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平时会玩那个王者荣耀啊 或者是吃鸡啊 对对对这两款游戏会比较多 因为因为 都是腾讯的游戏 对都是腾讯的游戏 这两款游戏真的是非常棒啊 然后特别是王荣耀啊 然后这个 还有吃鸡啊 然后 这有新开发什么新的游戏吗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平时训练时间会比较多 而且我们基本上一天就是下来就是十 真心快十个小时的训练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有在安排的很满的行程 没有说有时间去干别的 就是真的是 就是跳完舞过后 直接跳了三四个小时下来过后就累都不行了 然后吃个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休息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跟包括像蕾蕾啊 像招让啊 像刘野啊 然后家家我们可能就会在一起 然后一起打把王荣耀 就让自己在饭后的时光显得就是比较充实 然后开心起来 你说一下你现在的段位 就王者荣耀 我现在在钻石 然后我曾 因为我从从进那个创造已经过后就没有再玩过了 对 所以这是掉断了 就一直在掉 一直在掉 重新打 然后发现钻石原来这么难打 给我打明白了 来咱们开启 下一张 好 好总 新的遗岁子牌要回到之前的水平哈 要每天都很快了 嗯 这个自拍之前的水平 其实我之前的水平跟现在的水平 之前是有巅峰水平 其实是差不多的 没有 没有 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呢 就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这个拍照嘛 其实就是真的随缘 我自拍随缘 对对对 就是感觉好的时候 可能拍出来这样还行 但也没有感觉不太好的时候 其实感觉都还行 就只要自拍走 就只是我拍出来 对对对 我拍完过后 我觉得 只要没什么大问题 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logo 不能录出之类的 还是什么 就没有 基本没有大问题 我就会 而且我拍照 我不批了 对 直接人图啊 嗯 我真的就是 就他们跟上次一样 就照样在我旁边的时候 嗯 然后他说你 你是不是发个微博呀 嗯 我说行了 然后他刚转过头 然后他转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发出去了 对 一分钟的时间 我自拍就拍好了 就 就我觉得自拍这个东西吧 嗯 嗯 所以Vlog 安排一下好吗 嗯 又是一个V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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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家对我这个Vlog 需求非常多啊 行 这个经纪人姐姐姐听一下啊 安排 安排 上安排 行 然后呢这个 好 这个没问题 我到时候可能会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可能会有一些Vlog的拍摄安排 对 然后到时候 嗯 就是说 会提前 会告诉大家 然后发出来 然后就希望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好 谢谢 最后一张卡片 豪哥生日快乐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做你喜欢的事情 我们一直在 嗯 对对对 这个非常感谢你们 一直陪伴着我们 说实话 其实很多 嗯 从我出道 嗯 到现在 其实还蛮长时间了 对 然后我也非常感谢 他们一直都陪在我们身边 嗯 嗯 一直鼓励我们 一直帮我们 帮助我去 让我成就到现在的我 对我 就是一直非常 就是怀着一颗非常感恩的兴趣 对他们 但是就是因为 因为身份的原因 可能有些时候 嗯 在某一些场合 就不太方便 能够和他们 去告诉他们 就是我想要告诉他们的话 嗯 对 然后就在 有这样的机会 我就非常谢谢你们 对粉丝 进行一下表白 对 好的 谢谢 其实最后这个健保环节 我们竟然 能够生化成一个特别感动的环节 是是是是是 非常好 好 接下来玩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 好 叫做人总很可以 很可以 你猜是什么游戏 其实呢就是 给你手上两个牌子 嗯 一个呢是我可以 一个是我不可以 嗯 我就去描述一种情形 然后你可以接受 或者选择不接受 好 好不好 然后接受说一下自己的理由 好吗 一般都会接受 一般都会接受 我听到了啊 来 牌子给你 好 接下来我要描述 开始描述情况了哈 准备好 一个月不吃辣 不可以 不可以 完全不可以啊 因为人好是四川的小朋友 好 第二个 一周不看股票 犹豫了 迟疑了 你可以不看 我 可以忍耐一下 忍耐 可以忍耐到 一周之后看 因为 因为这个现在的工作 不一样了嘛 对对对 然后 需要更加专心的在这个上面 需要一个专业的工作 是 是是是 好 作为一个专业的艺人 第三 不洗脸 并且不戴口罩 就出门逛街 这个我觉得要分两层 嗯 不洗脸是不可以 但是不戴口罩上街 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是一定要洗了脸再去戴口罩逛街 对吗 对啊 不洗脸太垃圾了 会 会不那个 不太卫生嘛 OK 对 这个问题应该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两边都是 就是是 就半可以半不可以 半可以半不可以 没错 我觉得不戴口罩 其实上街 我觉得还好 但是 会被认出来啊 对 会有 是的 现在就是我 就是问题是在于 其实我 我其实说到这个问题 我有在想说 就是 其实现在很多的 嗯 一些声音也好 他们会说就是 为现在这些 嗯 明星他们要戴着口罩 就 就是做出一副 小鲜肉戴着一副口罩的样子 嗯 其实 并不是说 我们 为了要告诉大家 我们是明星 而是戴口罩 而是如果 真的不戴口罩 你有一时候走在路上 就是 会有人被认出来过后 会真的会造成 当时现场 现场可能 会有一些混乱 会对当时的治安也好 还是对身边的人 还是对 旁边的一些 嗯 其他的人 会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困扰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 我们为什么戴口罩的原因 所以出于 咱们大家 彼此安全的角度 对 我们还是应该 要防范一些这个 嗯 好 第四问 和小伙伴在一个盆里洗脚 完全不可以 还是出于卫生 是吗 嗯 这个 出于这个 他们都是 大家都是一起跳舞 对吧 都是跳舞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就是还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 怎么也不可以 大家跳舞 好 最后一个问题 现场改编 辣妹子 并要求 申请款款的演唱 抒情版本 这个也可以 好的 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场来一句好不好 哦 你还真准备词 对啊 准备了前四句 哦 只上这四句是吧 对 嗯 辣妹子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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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要用抒情的方式唱 这样吧 那就那个 就是唱 让我喊出我的名字 那个版本 嗯 嗯 辣妹子辣 辣妹子辣 哈哈哈哈 辣妹子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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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抒情版本 这变成 这是中速版本 中速版本 再来个慢一点 啊 再来个慢一点的 嗯 辣妹子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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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辣 好辣 辣妹子又美又辣 真是非常抒情的啊 是是是 好 接下来啊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嗯 这个环节呢 他本人也是一个辣妹子 他是追随你多元的 多年的五星员工 五星员工 对 其实就是你的 呃 非常死忠的一个粉丝 一般这种员工呢 我就会这种分 分一部分自己的这个 这个股给他 对对对 真的啊 还能分股票 那当然 今天呢 这个粉丝哈 他也发来了自己的一些祝福 然后也提出了一个小问题 想问你 好 这个粉丝呢 是来自我们Doki 为你守护 守护之心 Top1的粉丝 所以是一个特别死忠的粉丝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视频 来 播放 视频 哈喽 杨浩 我来广州的粉丝 我是Butterfly 很高兴Doki 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来祝福您 今天是我们人豪大宝贝24岁生日啦 在这里祝您生日快乐 希望您快快乐了 健健康康 这是最重要的 最后我想问一下人豪你的Vlog安排了吗 然后你可不可以用粤语来为我们录一段起床铃声呢 例如 BB起床啦 他粤语说的是什么 BB起 什么 什么 什么啦 那你就说一句 你好起床了吧 因为我们都没有听懂那个粤语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就是他好像是说你好起床的意思 因为我也没有听清楚 但好像是这么说的 你会用粤语说这几个字吗 不会 那你可以用川普来说几个字 不不不 我还是用粤语说 不是不是 就是我还是用普通话告诉他们 因为刚才那句话我实在是 可以再放一遍吗 我觉得我就是给他 他其实说的是宝贝起床了的意思 是宝贝起床了 对 你可以直接对着镜头用普通话说就好 好 你好啊 我黑人好 嗯 我黑人好 然后 可以起床了 哇 早安 透过镜头感觉好甜啊 这粉丝应该 Butterfly应该开心的要 要蹦起来了 不一样人家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还是你的版本 还是要比他的特殊一点吧 是 好 就是没有 不会说了 盖子可以教教我 有点小害羞了 现在 其实除了他送出了祝福之外 我们Rice的其他成员也给你送来了祝福 让我们一起看看大屏幕 看看他们都给你写了什么好不好 好 来 请看大屏幕 但是我师哥 你们没想到吧 Istk 文 老强 我现在就是文中 老干部 祝愿他能跟他的偶像巴菲特老师演成 任菲特加油 有奥总是好了 他肯定买什么股票 那个股票就觉得跌 而且 任豪这个人就是他莫名的会有一种气质 就是感觉他像一个很有钱的大王 其实他蛮中二的 因为我跟他一个室友 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很傻的话 就像六岁小孩一样 就看起来他很成熟 其实他心智年龄就三岁一样 其实我是后面才知道 我跟任豪大概在可能三四年前 其实就已经见过了 在一次节目的后台的时候 然后擦肩而过 但是我并没有对他有个影响 是后面聊天的时候才蛮的 所以就希望以后的路我们未完待续 上期时刻表演戏了 没有故事 来这才认识 在日常生活中一些点点滴滴也很好 包括他在发表他的感言啊 或者是在讲什么话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就是那种很慢的调思 今天我们大家玩具一堂 这种很慢很慢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算是很稳的人 因为我跟任总呢 是第一次就是熟起来 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工业 就是进阶测 然后当时 路到这种部队很好 然后就是任总每天就叫我们 去练舞 然后练歌什么的 就严谨且严谈 然后就感觉非常老成 因为感觉任豪就一副非常成熟 非常老练 非常大爷大叔的感觉 就让人感觉他是一个特别稳重 特别可靠的人 我好像没有看任豪有着急过 就一直都 没得死没得死 就这种状态 这个点点点里有很多话的 不懂为什么 他应该能感觉得到 变化还挺大的 他现在就是每句话出来都是 就有点精句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精句啊 是那个精 就是精华的精 精句 有的时候别人说一句话 然后他突然说出一个词的时候 就让我们所有人都能震惊到的那种 显得语言熟悉着 是因为我进团之后 四川话变多了 是因为我每次开口都跟任豪讲的是四川话 然后豪哥也是跟我讲四川话 叫名字吧 他叫我雷雷 然后我叫他豪哥 但是雷雷其实是我奶奶和爷爷经常常叫我 所以他这样叫我特别亲切 因为我觉得任豪是在平常的时候 他是非常照顾人的一个豪哥哥 因为我就比较黏人嘛 有时候就经常有什么事啊 找他他都不会拒绝我 就直接会跟我一起 对 比如说去动物园嘛 什么的 哈哈哈哈 豪哥就像这个名字一样 我希望你能完成你人生的终极目 我也一直会在背后支持你的 加油 任总 希望你别再炒股了 买哪只股哪只股爹 到时候那只股就没有得赚了 希望你的股市永远只有红色 啊哈 祝你学院友诚 呃 万事如鱼发大的财 可以演上你想演的小事啊 豪哥 在炒股的时候不需要太稳 我跟你说 富贵 险中求 祝人总生日快乐 以后每一年 新的一年 新的一岁 你的股票都会节级升高 豪哥 祝你的股票永远不低 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帅 对继续帅下去 越来越有钱 越来越好 希望豪哥 心底一水 越来越是能力 然后身体要保重 我觉得 作为死穿了还是死在一点 多赚钱 赚拿钱 好 想先跟我们的老干部说 多读书 多看报 少炒股 多睡觉 祝你生日快乐 看到 视频里的这个盒子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 其实这就是他们给你写的每个关键词 除了你的兄弟们 你的粉丝 尤其是咱们的人豪POI粉丝后援会 也送上了两份大礼 第一份是一个视频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请看大屏幕 不死招募半星河 不惧好言为路者 从水共长天一色 果然与人好齐飞 云满风轻 果然在 山青雪球能好来 送你炽热的火 给你岁月长河 送你打蓝的灯 帮你坚定执着 知己让我变得富有 就是说的八层难忧 热人好学潮子 与吃鸡腿不吃苦 跟道远好俗话地 与君子长三千里 人众道远好情万丈 果然万你一起尝尝 何为果然 共同果然 不信果然 相信果然 正人想念爱 感谢果然为 我们今天能调出 新的小生日 临随心灵 在江苏 在东方 在春都 在青岛 在香港 祝大帅各人好 新鸡一季 二十四岁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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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里雨滴 长沙的你 买光心 不飞 人好 美好 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未来要一直走 满路呀 人好 你真帅 红红与雷雷雷 那你没啥 那你吗 人好 我们生气 谢谢 初心 空白 我 我 我 好感动 这么多人站在镜头前 还是有一些感动哈 是 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 嗯 首先非常感谢他们这么用心的去给我们准备这样的一个 嗯 这样一个视频 我也看到他们好多好像很多人都是聚集在一个地方 然后 可能他们都是在 就是可能是广州啊 或者是长沙 或者是上海 成都之类的 他们各个福建 各个地方 他们聚集在一个 就很多人从一个地方都聚集在一个地方 然后为了拍这样一个视频 对 我觉得他们非常用心去在做这件事情 真的也是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咱们POI呢 除了 这个给你送了这样一个视频 还现场带来一个很好玩的午餐 哇 来看一下 哇 谢谢 谢谢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星球蛋糕 蛋糕吗 这是 没错 这个可能吃吗 可以 你可以现场揭开它 用小锤子 哇 这个就很有感觉了 这个 这个就很像那个什么 比如说 杂金 杂金蛋 这个不能敲 这个是直接打开 就是小锤锤是一个 敲敲它里面有什么的这样一个感觉 不好意思 嗯 你猜猜里面是什么 还敲起节奏来了 猜猜什么 里面就是可能是个 那个冰淇淋或者是 巧克力 好 那你先打开它 看是什么 敲开它还是打 打开就好 敲开它可以碎掉 好吧 哇 哇 来咱们转向 哇 哈哈哈 镜头 这个蛋糕 谢谢谢谢 好 还有你的小女孩 你的小女孩会永远支持你 然后一直站在你的身边 啊 谢谢谢谢 来 让我们 插上蜡烛 祝你幸福 祝你健康 有个温暖家庭 好 人豪来我们一起许个愿望好不好 嗯 啊 啊 好 恭喜人豪又长大了一岁 祝你二十四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好非常感谢你摆盲之中还能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没有没有 你知道今天除了你的生日还有一个特殊的日子吗 嗯 对 是回家吃饭日 你看你的生日是一个多么好的日意 我们一起祝这个在外打拼的孩子们 好人能够回家吃饭 好人能够回家吃饭 能够回家吃饭 和家里人来一顿团团圆圆的这个美妙的晚餐 没错没错 好 你可以现场呼吁一下他们 好 我觉得今天呢在这样一个日子里面是这个回家吃饭日 我觉得在外面努力在外面拼搏的一些弟弟妹妹们 或者是一些哥哥姐姐们 他们可以抽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面回到家里和父母在一起团聚 在一起吃一顿好吃的和他们聊聊天和他们一起坐一起看看电视 聊聊心什么的 我觉得在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对对对 那希望呢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你们也能够开开心心的 对对 我是任豪 谢谢你们给我简的祝福 好 再次谢谢任豪能够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各位粉丝能够支持我们的节目 并给任豪送去这么多好看的好玩的有趣的祝福 然后谢谢你们 再次我最后祝愿任豪能够收获一个闪亮的 惊喜的惊艳的24岁好不好 好 我们本期的Docky大Party Online马上就要结束了 在结束的最后我们来说一句结束语 我说前半句你说后半句好不好 Docky大Party当我们在一起你说快乐无比 然后我们就本期节目结束好吗 好 Docky大Party当我们在一起快乐无比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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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